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 听了才知道,我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杰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很怕停电吧 所以呢,我们有2000亿元的市场 就是除能市场要爆发了 我们要带你看懂不缺电的一双好生意 那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财讯的新朋友 资深记者于斐 大家好,我是于斐 我们今天呢,一样会分三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经历的这个303大停电 那除能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带你来看一看 台湾的除能产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带你看有两家台厂 他们在除能的这一块商机已经有了布局 然后还有他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不满你说那一天呢 3月3号那天我在花莲 刚好呢,台尼在花莲开幕了他们的充电桩 结果大家通通都在问停电 对,现场突然大家就对电这件事情 充满了疑惑、恐惧、还有好奇心 然后的确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就开始研究发现说 台湾其实那一天啦 至少那一天它不是因为缺电 而是因为跳电嘛 重点就是在于虽然我们有电 但是这个电呢,没有办法稳定地供应 那电没有办法稳定地供应 原因就出在于什么? 快问快答 因为除电的功能没有派上用场 在太短的时间内来不及反应 而且除电变得越来越重要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大力推动再生能源啦 对,那再生能源的问题就是 它必须要随着太阳上下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就知道303那一天的停电 很多人都学到一课 尤其是企业界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问到的中南部的业者的情况 就是在男子工业区一家蛮大的就半导体相关的工厂的老板在聊 他说那天他吓死了 他说先review盘点人到底在不在 然后他那天大概停了三四个小时 他有一些材料的耗损 接下来就觉得不行 我要盘点我所有公司的所有的制程 哪些制程需要多少电力 他要重新盘点出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找谁可以做储能 假设又发生这样停电事情的话 他要靠什么可以把他的制程跟生产作业继续的运作下去 对,他说至少想要撑三四个小时 我那天之后呢 也陆续问了一些其他的业者 我觉得大概那个他们碰到的情况 还有他们的反应大概都有八成相似度 因为停的时间很久 然后你要赶快的盘点我们有什么损失 不管是人员的或设备的 然后甚至于是货 对,很多那个在生产线上做到一半的货 就报销了 接下来的反应就是 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大力投资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台尼的董事长张安平 他就是直接就讲了 说真的你要发展绿电 你就是一定要搭配至少百分之十 不是精密计算过的 但是应该至少要百分之二十的除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除能它的确会是一个解方 因为台湾的电力的问题其实可能蛮复杂的 但其中不能少了除能这件事 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二个部分 那到底台湾的除能产业现在是做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除能这么的热 而且大家越来越重视 其实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太阳下山之后 它就没有电了 既有的发电机组怎么去做衔接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过来就是能源法 电业法的一些修正 其实也带动除能的商机 那再过来就是去年 其实台电有推出一个电力交易平台 这个部分其实它有一些相对透明且公开的制度 让想要参与的业者其实有更大的动机 对,我到这一次很认真的看了这个电力交易平台这件事情 才很确定的说 所以其实大家只要我手上有足够的电力 我是有可能可以卖给台电来赚钱的 现在大概分成有三种产品 可能是依照那个不同的性质 帮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好了 它比较特别是当然就是根据每家公司可以提供的交易资源 然后再进行不同的项目去做竞价 比方来说那大家比较知道大型的像台泥、大同、台达电 他们是自己有投资去建立除能系统的 这个部分它就可以用比较好的技术 还有它的资源去参加所谓的调频辅助 调频辅助就是它是秒级的 当电力一有问题 一缺你就要马上给我 对它马上就必须要反应 这是属于想要就有 就是急救型的 就是你一去就是你赶快就要恢复心跳这种的 那其他的备源电力它反应的时间像补充跟及时 它需要的投资成本就不需要这么大 那它是比较像是standby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一般中小型的企业 其实也可以参与 就是它只要在尖峰时间 那愿意去关掉空调 或是关掉它一些不需要生产作业的一些 生产线的电力 其实就可以透过现在有一些代操平台业者 他会去帮你装一些像智慧电表啊 去帮你看你的电网啊 然后再帮你架设平台 就把那些原本应该送到你的办公室的店 他把它转去卖给台店 可是钱是你的 对对对 就看能不能调整或能不能配合 可是事实上的确 我常常觉得 比如说我们在百合公司里面会觉得冷气太冷了 也许透过这样的调节 就可以把那个省下来的店换成钱 对没错 去卖给台店 所以这是目前的三种方式 那现在即将马上快要推出的是第四种 对它叫做加强型的服务 对电能移转 就是他要求储备的电力更大 比之前的要增加五倍 其实接下来他是希望扮演就是夜间第二间峰宫店的角色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费用就也是更高了 就是他投资很大是没错 那当然这一定就限制了某一些的业者去参与 比如说我真的是太小本经营的 我大概就是赚不了这块的钱 但是问题是我的回收也会比较大啦 嗯台店那边有说明就是他的不管是效能费啊 装置费啊 这边都会比现阶段的一些平台上的费率会来的好一点 是好啊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说随着这个储能的需求可能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而且他要推出的项目服务什么难度也比较高 所以门槛也拉高了能玩的人也就少了 那可是我们台湾的确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厂商已经开始投入 而且也有能力做出来 那我们这次有找到几个例子啦 台泥啊 现在目前他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因为在之前的台店的一个案子之中 他是唯一使用自家电池的厂商 哦对他自己有能源科技就是台湾最大的电池新工厂 对然后他本身他又是一个高耗能产业 所以其从高耗能产业走向绿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换 所以他在同时进行的部分以较大的投资当他的主轴 所以目前不管是之前有并购除能公司 然后现在他又在花莲这边设一些充电桩的营运 其实就是扩大他绿能布局的规模 对然后而且您刚才也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能源科技 因为能源科技就是大家很爱的那个英国家电品牌Dyson 对他的手持装置需要充电的那个电池 基本上就是能源科技在供应的 我们知道电池也分很多种类嘛 不同的配方什么的 那他用的这个三元锂电池是涅菇铝的配方的高效率输出 就是可以快充快放一次给你很多 所以能源的电池效率基本上是已经获得国际认可了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家土地本来就很多 对所以你说要建什么大面积的除能场 对他来讲他们家账本翻一翻就可以找到地方 好那除了台泥之外我们也要讲另外一家 其实他是台湾很资深的很老牌的机电厂 而且其实他在机电产业领域这一块呢 算是也是有品牌口碑还不错 那现在要靠着这个绿能尤其是除能的这一块翻身的大同 对大同可能大家只会想到他的电锅嘛 最近还会想到他的经营权之阵 对这是挺尴尬的 不过其实我们这次采访啊 才发现哇他现在请了一个蛮厉害的专业人士 然后他在以前他当过能源局局长 所以他非常了解一些产业政策 然后比较特别是他们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就有合作的一个项目出现 就是那个乌来驱公所谓的一个太阳能的除电系统 虽然他是很小的规模 其实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模式在过去就可以应用的上了 然后他们之前也有在海外地区 成功的输出一些那种微电网的一些业务 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时机 在台湾其实有累积上千个暗场啦 就是大大小小加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接下来对于出呢 这一块是非常有企图心的 但是我想要请问的是 我们刚刚讲过了 要从事这一块业务第一要有钱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重新整合再出发 对然后就是集结了所有他们相关做能源的单位 然后重新换了一个名字叫大同智能 那他们希望今年底可以登陆新柜 然后接下来就是配合他除能扩厂的目标 然后再进行增资上市上柜的一些IPO的计划 他的好像他的长期目标也蛮特别的 对因为那天其实我们采访之后发现 电力市场真的是非常多元又难懂 然后他说其实交易的方式 因为现在比较特别是因为目前就只有台电是买方嘛 对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就叫表钱 其实大家想象的是表后的一个市场 你以后不只只有台电这家客户 你只要拥有绿能的资源 你爱找什么样的客户都可以 只要市场有需求 那现在就是市场是供不应求的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开发越来越多的绿色资源 然后当一座虚拟的电厂 然后虚拟的电厂 接下来因为现在立法院正在审那个能源气候变迁因应法嘛 所以可能接下来就会有碳费的计算方式 你这家公司你什么产品会派出多少量 就要开始收碳费了 对我就要开始帮你收碳费 那碳权的计算要怎么计算要怎么收费 所以会让大家越来越需要去买绿店 对没错 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接下来市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火热 所以其实绿店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长手 可是在你要用绿店的同时 你就一定要对应到除能的设备啦 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 除了说看起来好像市场非常的好 但是它不是那么好做耶 它还是有其他挑战啊 它的挑战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除能才刚开始嘛 然后台电推的平台其实也上线没有很长的时间 现在又不是供电的一个减风 那大家都在想说如果进入接下来的夏季用电 真的热起来了的时候 对到底除能够不够用 然后接下来除能毕竟电池这个东西 因为国外有太多例子像韩国啊 其实有些除能系统经常就是会自己的烧起来 还是就是不小心的发生了火灾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用讲到除能设备 很多行动电话啊行动电源 不是自己就会烧起来 电动车也是会 是对所以其实电池的安全性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大家比较考虑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各家的那个电池啊 你的效率 因为你要一直充放充放充放 所以大家说三到五年这个电池到底效率 是不是还是可以充到100% 对还是80% 然后到底可不可以放10年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各家的本事怎么样 因为时间拉长 你除的能到底真的可不可以用那么多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给了你100%的电 你知道说只凸出个60 70% 那就会觉得中间那一段的投资是浪费 对没错 现在市场又有另外一个分析是说 因为现在很缺料 比如说电池啊 还有一些逆变电器啊 哪些零组件其实都缺货 然后也因为大家狂抢除能 狂剑除能的设备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真的是供不应求 然后价格又上涨 所以也有人说可能三年内 你真正台湾除能系统 要盖到一定的规模跟目标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好哦那我们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今天的玉匪来跟我们分享 YouTube的观众呢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听Podcast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我们五颗心的回顾 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